冰體12 零度性的冰 放在絕熱量好 絕熱量沒有進出 裡面有30公克似乎現在水 熱平衡後水溫為幾度 就講過了混合 東西的混合 放在一塊 放在一塊 好 老師說過 東西混合問溫度問熱量 從一杯熱水加一杯 冷水響起就會變成一杯 溫水 叫做兩物相接觸就要必達 熱平衡 為什麼會熱平衡 因為熱量會轉移 熱量會從高溫轉到 低溫 然後呢重點是轉移的時候 能量不會消失 所以會有一個所謂的放熱 會等於吸熱加上 散熱 那問題是你怎麼算熱 就是這個公式 現在又抽一行公式叫做 MF加D加上M乘以Q 這個過程中如果有溫度變化在前面 過程中沒有問題是在後面 然後去算 所以想法也一樣很簡單 我們就寫一個等式 寫個等式 左邊寫放熱 右邊寫吸熱 這題裡面誰放熱 30公克4度吸的水放熱 誰吸熱 我 0度吸的兵 吸熱 吃光的用力吸熱 所以我們就寫 我們就寫 左邊我假設末溫是T度C 我假設末溫T度C 所以大家要去2S T 質量叫做 30 然後比21 溫度變化從40度降到T度 所以40減T 這個叫做水的放熱 那右邊要有個冰的吸熱 可是呢 冰的吸熱要注意 0度吸的冰不會直接變成5度吸的水 0度吸的冰要先變成0度吸的水 0度吸的水才會變成5度吸的水 所以這個融化過程你要記住 0度吸的冰不會直接變成20度吸的水 要先融化 同樣的水蒸氣也不會100 也不會60度吸的水 直接變成110度吸的水蒸氣 中間要經過一個氣化過程 倒過來也一樣 凝結凝固也一樣 所以寫了之後 第一個叫做冰要先融化 公式到M乘以Q 水質量是10公克 融化熱80 10乘80 然後再從0度吸的水 變成T度吸的水 所以要M S加上T 比日水了 所以比熱是1 所以質量10 比熱1 高溫減低溫 T減0 所以Ds就如此的裂法 左邊叫放熱 右邊叫吸熱 重點 右邊吸熱過程有兩段 要從0度吸的冰變成0度吸的水 再從0度吸的水變成T度吸的水 就是你要自己要記在心裡的要注意的事情 它分了兩段 然後後面就是數學做計算 算過來 移過來 沉進去 T移放一放 答案 10度吸 好 我上一次已經跟你強調過一次 我再說一次 我再說一次 用這種方法算 用這種方法算 你假設要摩溫低度去算 如果你的答案超過100 答案就是100 答案如果小於0 答案就是0 那表示水蒸氣沒有完全凝結 表示冰塊沒有完全融化 所以才會出現那個比0還要小的 比100還要大的 所以呢 萬一小於0 答案就是0 大100 答案就是100 好 所以答案10度吸 好 下一題換你們 30公克0度吸的冰跟15公 100度吸的水混合之後 末溫多少 末溫多少 OK 停車站接問 他的末溫多少 這邊有兩個 冰塊要先融化 水蒸氣要先凝結 100度吸的水蒸氣不會直接變成80度吸的水 要先從100度吸的水蒸氣變成100度吸的水 再從100度吸的水變成80度吸的水 冰塊也不會直接從0度吸的冰變成30度低的水 要從0度吸的冰先變成0度吸的水 再從0度吸的水變成30度吸的水 所以這裡都有一個融化過程跟凝結的過程 高溫的會放熱低溫的會吸熱 放熱會等於吸熱加散熱 大部分的體部都絕熱良好 都是沒有放散熱的問題 大部分偶爾會出現有散熱的問題 好 停車站接問 答案是多少 請上來 1號 15號 22號 1號 15號 22號 7號 記進通 7號 1號 7號 7號 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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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號 1號 7號 男生 二十了 等一下 你弄会装了吗 热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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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昂 2 3 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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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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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的,看我,你們所寫的計算是 就是沒有聽到我剛才意思跟你強調 你要知道他的過程分了幾段 我已經告訴過你了 0度C的冰 不會直接變成30度C的水 要先融化 結果 你覺得他 然後呢 然後100度C的水蒸氣 也不會直接 變成80度C的水 要先,要先所謂的凝結 所以呢 第一個 這個式子 這裡是錯的 因為你根本就那個30度 你應該寫的是0度 因為末溫T度,初溫0度T.0 但這樣寫還是錯的 為什麼錯 因為剛跟你講過了 他會不會直接 他會不會直接就變成T度C的水 不會啊 他要有個融化過程啊 你沒有啊 後面這個式子也一樣 水蒸氣 100度變成T度 降溫 按S 還要拉T 還是那個問題啊 你又忘了什麼過程 你又忘了一個凝結的過程啊 你就直接把它降溫了 你就直接從100度水蒸氣 直接降溫成80度C的水了 然後你當作水來算 不錯啊 他 不是 你 你這樣寫字 100度C的水蒸 100度C的水 降溫到T度啊 可是讓你的100度C的水蒸氣 變成100度C的水的過程不見了 大家 再說一次 我剛才講了很多遍 只要碰到凝結凝固 融化氣化的問題 你就要跟我搞清楚 他整個過程到底分了幾段 兩物相接觸 最後必達又平衡 為什麼 因為熱量會移轉 要會從高溫轉到 低溫 轉移的時候 能量不會消失 所以放熱會等於吸熱加上 散熱 怎麼算熱 兩段 2mm加RT加m乘以Q 往裡面帶 我說了 我說了 要四大分幾段 0度C的冰 不會直接升溫變成T度C的水 要先融化 融化怎麼算 m乘Q 然後再融0度C的水升溫到T度 怎麼算 ms 0度C 100度C的水蒸氣 不會直接變成T度C的水 要先凝結 怎麼算 m乘以Q 可以 氣化的東西 凝結熱 帶來降溫從100度C的水 降溫變成T度C的水 所以 全面 放熱 水蒸氣放熱 第一個 15×540 m乘Q 100度C的水 蒸氣 變成100度C的水 後面 從100度C的水降溫變T度 ms 質量50 是水 以21 降溫100到T度 高溫減低溫 T減100減T 上面叫做水蒸氣放熱 下面要冰要吸熱 一樣 要從0度C的冰變成0度C的水 公式m乘Q Q叫做融化熱 80 水30乘80 然後 要從0度C的水變成T度C的水 公式ms DLT 已經是水了 所以比這是1 水30乘1 0度到T度 所以高溫減低溫 T減0 前面這一塊叫放熱 後面這一塊叫 吸熱 往裡面算 好 移來 調一調移 480 160度 我跟妳講過了 答案超過100 答案多少 100 100 因為那表示水蒸氣沒有完全凝結 你以為它完全凝結 放熱放太多 所以是要把水溫加超過 100度嘛 所以 超過100 就表示沒有凝結 因此答案就是 100 所以我們答案選A OK OK 重點我再說一次 只要碰到凝結凝固 融化 氣化 都請你搞清楚 它總共分了幾段 在西方熱 有溫度變化的 代公式 S等於 M S 沒有溫度變化的 代 S等於 M乘以Q 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 很好 很好